接下來我們要看的事情是這個滑桿的可變電阻 我們怎麼去用它 那這個滑桿可變電阻可以看一下它右下角有一個A0 所以實際上這個滑桿可變電阻 它接著就是A0的那個位置 那我現在就不把它拔下來 就是A0 怎麼去玩它呢 我們這邊有告訴你它有程式 在Arduino裡面它其實它都有一些範例程式 那我範例程式就用這個 沒錯 檔案然後在範例當中的basic 然後analog read serial 這個打開來其它我先關掉 這打開來之後一樣你會看到它都會註解 註解我就先刪掉 刪掉之後比較容易講解 反正我用中文告訴你 它在幹嘛 這個程式以後之後我們的單元會常常用到它 所以你要認識它在幹嘛 這邊首先一開始它設定先設定好一個叫 Serial Begin 9600 它在幹嘛 就是我們的Arduino 解釋一下 板子它會可以跟電腦溝通 講下來這有USB線嗎 可以跟電腦溝通 它跟電腦溝通的時候 它會走一個特別電腦的門 那就那個門 我們要跟它確定說 我現在講話 講話跟電腦知道 所以它要先確定它講話的速度 速度要先確定好 比如說它速度就9600 所以電腦那邊也要設定是一樣 9600 兩個就能夠溝通 所以我們在看到這個 就是在講說它溝通的速度 然後接下來這裡設定是什麼 這一串 這一行在講什麼 它就是說 我現在去讀 讀什麼 讀A0這個地方的數值 讀A0的數值 那A0它是一個類比的角位 所謂類比的角位就是說 它讀到數值跟數位不一樣 數位讀值就是讀0跟1而已 類比角位它讀值可以從0讀到1023 1023 所以它讀的是階段性的變化的角位 讀到的數值 比方說讀一個數值讀到2 那這個2它就會把它送到這個變數 這前面這段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在程式語言當中 我先設定好一個箱子 這個箱子想想要做一個箱子 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名字叫做SensorValue 這個箱子名字叫做SensorValue 然後我規定這個箱子 它是整數 所以現在我們讀了這個數值之後 我把它丟到一個叫做SensorValue的箱子 那這個箱子只能裝整數而已 所以現在SensorValue 它裡面就是 裝了一個整數數字的箱子 這算意思就是這樣 下一步 我們今天就是要去印出來 那個數值是什麼 那印怎麼印呢 我會用到一個函數就是print print 然後後面有個ln 就是說我印完之後 我會做做換它 那我要印什麼東西 就寫在這裡面 寫什麼東西呢 我就印寫出SensorValue的數值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serial 這個東西就是我會告訴電腦我要印這個東西 所以整串意思就是說我會在電腦裡面印出這個東西 然後我會延遲一毫秒再重複執行這個回憶 那我們來 我先把Arduino接上去 接上去之後我先來 要上傳 它就編譯中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它的出現結果是什麼 上傳中 上傳完畢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它的結果 結果要怎麼看 各位在這工具當中可以看到序列部監控視窗 按下去之後 右下角這裡個9600 這邊 我Arduino設定是9600的溝通速度 那右下角這邊我就要設定9600 那我開一下我的這個 我們兩個一起對照一下 現在我調整這個滑桿 那你注意一下那數字 它就會跟著變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滑桿來控制舒服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滑桿很重要的功能 那所以各位你如果不太懂的話 我這邊一樣有寫一些註解 好那我們還可以看一個東西就是 再切回來 剛剛我們在看的都是數字 那數字變大變小 你這樣雖然容易看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圖形化會更好 我現在把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我開工具的序列繪圖加 按下去之後 它自動就會把那些數字 傳進去的數字變成這個圖 所以我現在去調整 我的滑桿 它就會自動變大變小 不過這個東西有幾個件事要注意 它的這個歪軸的範圍是 它電腦自己設定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 我現在設定變多少 同樣XO範圍這些數字 它不代表秒 它代表就是 我傳了多少數字進去 比如說我現在 這是六千多 也就是說我已經丟了六千多個數字進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大概只能讓你監控而已 都沒有辦法讓你好好實際上實驗做一些比較精確的紀錄 這沒辦法 但如果你要做一些紀錄的話 我後面的課程也有寫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 將資料即時傳送到XO紀錄 然後你可以在XO上面可以即時會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東西 滑桿可變電阻 那大部分東西我都有講 那習題的部分 我說明一下 你第一個你要找的就是最小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多少 然後呢 這邊有提到一個 它列印的時候 我們印東西會怎麼印 那我會做一次示範給你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 好 那這裡面 剛才只要這個LN它是 就是 它就會換行 那我現在要你做的就是 這LN如果把它刪掉 然後我再傳一次 這個 好 上傳完畢 會發生什麼事 你就會看到它數字是不會換行 所以LN就是幫助那個數字換行的 那如果沒有換行的話 我們看看下一件事情 我們再加 多加一行這個東西 直接複製過來 好 加這東西 再傳一次 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 再來 好 這時候你看它就會換行了 所以現在雖然我沒有加LN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斜線N其實就是換行符號的意思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也要寫出 把原本長長一條程式變成兩行 這樣也比較容易讀 好 那我看一下還有什麼呢 那接下來你可以改變是Delay的數字 就是你練習一下這個數字現在是1 你換一下別的數字 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然後再來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實際上這個序列部 它滑桿的最小值最大值就是從0到1023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數字不是這樣子 我們需要它可能是0到255或者是0到10這樣的數字 那你要怎麼去換算它 那我們有一個函數叫做MAP 這函數 這函數的使用方式 我先寫在這邊 它就是我今天得到一個SensorValue的值 這個值 在哪裡剛剛有看到 就是這邊 這個數值 它是從A0去讀到的 然後呢 我把這個數值 這數值預設是從最小是0 最大是1023 我讀出來是這樣子 然後呢我就把它 轉換一下 轉換成0到25 所以我就把它用這個MAP的函數來轉換 轉換完之後的數字 我們再存到一個X的新的箱子裡面 然後我規定這個X的新箱子裝的是整數 好 所以呢這個就是這個函數的意義 那我們現在 我用這個 敷字 你可以看一下它有發生什麼事 好 那前面幾個都沒有變 但是我們 有多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這東西 這東西是多的 那這東西幹嘛呢 這東西 PIN9在幹嘛 我找給你看一下 PIN9 PIN9就是它會連接到這個LED燈 這個LED燈呢 它是RGB的燈 然後呢 它連到這裡 那你要先確定一下 這邊有個紅色的東西 它是切到右邊 左邊的話 變成PIN9是控制這個蜂名劑 那 這裡面這行剛剛有看過 這行也知道 就是我們現在把那個SensorValue的值 就是A0的數值把它轉換成只有0到25 變成0到25 接下來 好 PIN9等一下我們再講 這個程式沒有用到PIN9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把它印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PIN9之後才會用到 好 我們看一下監控視窗 所以現在看一下我在推滑桿 第一個數字就是滑桿的數值 後面的數字就是換算完的數值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推到最大1023 它換算成25 我推到500多 它換算成138 所以這個MAP就是一個換算的函數 這個換算可以拿來幹嘛呢 我們在後面就會學到 換算之後你就可以拿它來控制燈光 我看一下 在RGB LED燈這邊我們後面會學到 那我就先到下個影片再告訴你囉